會有點像是挖個洞給大家跳 就是很多是陷阱 沒有必要正義出來的資料 大家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但是那個是一個練習的過程 就是說 前面每一堂課介紹很多概念工具 然後希望大家尋了那個概念工具或是理論去 去找一些詞訊 然後 開始要有一個 中間階段的資料整理的時候 就是要讓大家 去犯這個錯誤 然後會去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到底最終要 放什麼資料進來 那 那個時候我有一個印象就是 就是我最後在做資料整理的時候 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我做這個簡報啊 最終的目的應該是希望 呃 我現在應該要自排一下 最終目的應該是希望就是 能夠提出一個手作步道的改善方案 那這個手作步道改善方案是要提給誰 比方說以 以嘉明湖步道來講好了 就是 這個問題很清楚 就是 他 嘉明湖我現在去走13公里 哪些地方 我 一調查 一看就是這邊 有立即改善需求或什麼吧 我就可以馬上全部列出來 列完之後呢 我接下來就是要 去思考 就是說 我要針對這些問題去提改善方案 那這個改善方案我可能有 兩個群體對象要說服 一個是一般大眾 要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要這樣修 另外也是可能是 管理單位 我可能是要 跟他討論 就是說 之後要怎麼分 短中長期計劃 去 去達到 這樣 那所以可能 比方說針對嘉明湖步道 大家 另外四組 剛剛有五組嗎 另外四組整理的資料 前面那些 完全都不用呈現 講極端點是這樣 但是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我前面呈現這些資料 的目的 是為了 告訴 我的對話的對象 比方說我為了告訴管理單位 就是說我希望 你 能夠理解我 為什麼要提案 用手作步道的方式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所以我整理這些資料給你看 希望 就是我們來討論 就是用這個方法去 維護 或是去 去修正 所以我才需要整理前面這些資料 那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 來思考 就是 大家 實際去調查過後 去過現場 然後 你就會 去評估說 這個步道到底 有沒有機會 以手作步道的方式 介入 去維護 去 去改善 那有的話 你要跟誰去談這件事情 所以才需要去調地基圖 然後去了解他的土地權說 然後去了解他現在管理設施是誰在維護 才需要講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去調查之後你發現 好像 就是 有一些困難的地方 比方說你已經知道他後面的這些 就是問題很複雜 但是我 我還是可以提出一個練習 就是說好假設我真的是需要 維護的話 那我會希望 怎麼去 維護 那因為你已經知道 他的那個背後 就是這些溝通很複雜 所以我的練習的方式 就會變成是 我從分級分類的角度來談 我看完之後我會建議這條步道 就是上禮拜 明天老師在幫他複習的時候 講到那個先射箭再畫拔的問題 就是過去 這個步道他已經有一個分級分類的現狀 你去調查之後你可以 把它判斷出來 看出他現在的分級分類是什麼 但是 他的現狀是這樣 那你看過之後你會建議以後這條步道經過改善之後他 是放在哪個分級分類 然後所以希望朝那個方向去做 所以 我覺得設定對話的 對象 就是 是一個有用的方式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去統整你的 資料的話 然後我覺得早上 不是早上 就是剛剛 博主報告完啊 就是看大家呈現的資料其實都蠻有機會去 溝通的 比方說 那個赤爐古道 像 我聽 這樣子要呈現我會覺得 第一個他 鄰近花園的星塵 然後他 在步道沿線又有一些設施 感覺出來好像是 有 那個花園星塵 周邊有一群社群他們 會持續在這個步道上走動 所以也許是可以找到 這一群人 然後 去了解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大家來合作 用手做步道的方式去 把這個步道改善成 是一個 方便 就是 花園星塵周邊這樣子的社群的人使用 然後 以這樣的社群做長期 邀請他們進行做長期的維護產業 那他 這樣子的方式也會讓這條步道變成是 那個地方的特色 然後他又有 以前古道的一些人文歷史 所以他 值得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 所以當我設定了假設我的對話對象是 呃 大家一起用手做步道的方式去 努力改善 這樣 等等等等 這樣 那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呃 我剛剛 提到就是說 一個假設的方式 我大概想到的是這樣 那如果說你有設定一個對象的話 你應該在資料呈現上就 就不會 覺得就是 什麼都放進來 因為這樣就很奇怪 就是 比方說 我是想要找那個花園星塵的居民 然後 調查結果發現 很多路段都是私有地 那私有地 當然就是直接去了解 就是說 那 這些私有地 以前過去 步道的問題 那狀況是什麼 維護什麼處理 我就不會去跟他們說 欸這個可能是什麼 地級 有問題啊要找 區公所或什麼 我就不會把這個資料拿出來跟他們講這件事 對 大概就是 喔 他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遠距的 視訊的夥伴還在嗎 有沒有想到什麼問題要提出來 剛剛文老師有 針對大家的簡報 做一些回饋 在這嗎 我會提供說 有哪種配置 這是 說起 當然 不是 有地方 有地方 我們要求 好,那老師有想到什麼樣普通?沒有齁? 好,我們下禮拜啊,下禮拜十八號 就是到那個大坑五十一號做第一次實作 那我們集合時間是定那個八點四十五 所以八點四十五就大家直接到分散國際,就跟上次戶外大廈一樣 然後我們預定就是早上九點開始實作 那下午狀況如果因為工相這次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看狀況我們會立場解決 然後可能在那個工法的部分我們會講比較細 就是大家在初階課的時候都有操作過的經驗 但是接下來大家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是變成是 之後大家要怎麼帶著其他志工去做這個工法 所以我們就會變成把每個工法施作方式的每一步驟 就是還有包括注意的事項要點就會拆解得比較細 所以這是下禮拜的重點 然後再下一次就是九月一號 九月一號那一天就是跟今天下午上課方式比較像 就是會剩下三組的報告 加上案例分享 然後上一次上課民間老師還有出一個作業 就是大家還記得嗎 要找到一個衝突的例子 所以我們應該也會在九月一號的那一次上課 是九月一號嗎 中間跳了一個嘛對不對 八月底是休息 所以我們也會在九月一號的那一次上課 就是把這個納進來討論 所以這一次回去的作業就是 大家可以開始把規劃就是 最後就是以完成整個完整的報告為目標 然後你去分配 就是到最後發表程的那個各組的進度這樣 然後九月一號只加一個作業就是要討論 就是衝突的例子 OK 這樣 好 九月一號就是已經報告過的組別 會再繼續進一步 再進一步的進行再做報告 不會 原則上是剩下三組 但是你們就是 照今天給的建議就是開始去修改這樣 對 然後提出問題好了 OK 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那 建議呢 請說 等一下 拿不去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好好好 OK 應該我們現在放一下影片 然後 海林還在線上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還有五分鐘 等一下喔 沒想到 看一下 有沒有 человек 多 día 餐廳 喜歡 我們 先 跟 有 可以 有 等一下喔 然後就這樣 妳說話請進來 我可以嗎 可以 好 好妳可以一邊做 OK 就是大概一天的前段 會真的讓妳看到情況 先讓大家有個影響 會他的遊客人出到多 所以就是還有他的那個氣候技術 他會有一些就是降學然後弄髮的心想 所以其實念道的重新 會有那個技術還有 氣候的技術還有人為的產塔 會讓他就是 霧道不快的 這個不然不快會流行 那過去就是 大概就是家屬的霧道這陣外 有三種是比較嚴重的充施情況 而且他都是在 遇到環境比較陡的路線 然後這個是降雨和充施工 那 因為這個也是民眾踩他出來 其實他是有很多線 那因為機具的降雨 降雨的驚喜 所以就是越來越大 然後這個是向陽北方 然後他這個是非常抖的一段路線 然後也是遊客長期在上 因為他當時的前面就是直接倒下 那在旁邊就是我們可能還要再去觀察說 他是不是有其他適合的標籤 不是 因為這一段其實越來越遠走 然後現在畫面上面大家看到 裡面就是很半可的充施工 這裡就是老師他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曾經也提過說這裡的充施情形 可以放到三台大的走來車 那這上面可以看到他其實有很多就是 杯子啊 乳紋 然後按鈴 就是肚膀帶的理容 還有那個水泥跨影的使用 那所以在 今年 去年也其實是示範 然後今年初 就開始長期的推薦工具 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製造衣服的材料的使用 那就是 我們除了就是透過 那個 中學組 去限定的通他組 到 武道巷之外 也 透過手作武道巷的方式 我們主動幫忙去來想去 然後透過 這個 製造衣服的 製造衣服的協助 來 利用那些限定的材料來 然後 然後 剛剛提到的一些就是 遊客的行為 包含他們習慣的使用燈 其實在站場的使用 大家都習慣使用的靠主 會直接把靠主拿起來 他的一個尖銳面子接觸 製度以上 其實那些也會帶走很多的製造 然後其實 在製造上 之前 你可以有一些 就是 製演好朋友啊 或者是 照亮館 前一階段 像 遊樂製造 旅館 遊樂製造 都會有些 可以 可以 有一些協貨 還有 我們共有所在使用 或是 常常會走在製造的製造上 所以 就是 測量管理的行為 還有 有客人的 集中可惜的行為 然後 還有 現場的行為 來 對 有一些 那些製造出現 還有 那些製造福利的活動 那 那 就是 就是 也在討論說 是不是未來穩定的東西 就是完全走到製造的方式去 去解釋 然後 大概就是從這個 這個 一人攻擊的 指向畫 就是想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像我們 對一步到一步所 面對的一些挑戰 好 謝謝凱莉 謝謝 謝謝 李凱恩請問一下 是不是 有辦志工第一次 志工什麼 就是 下半年 是不是有那個 對 有 希望就是 那個 補道同志 他們可以再回去 協助 手做補導的 大概在 10月 11月吧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欸 我是另一個 我問你一個問題嗎 因為在網路上很多人都 有疑惑說 那個一弓 一弓箭它圖啊 是從哪裡取得了 如果裡面混了一些 不該是 夾米虎步道的一些種子啊 它上去可能會汙染夾米虎嗎 你問我啊 對 我知道那個土是從哪裡取得 來 喂 欸 我剛剛有一點段 所以是問 就是 那個 一人一公斤 帶上去的那個土是 來源 土的來源是 因為 那個 向陽 上公地那邊 在 離向陽 遊樂區 大概五公里 一到兩公里 一到三四公里 幾間 有向陽大公斃 那邊常會有幫他 然後 那個土系其實來 也是來自向陽山西 然後 我們是去那邊 把崩他的土石取過來的 那其實那些土 因為他的土其實是不斷的在崩落 所以那邊 向陽風 畢他點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植物了 那是一個崩塌面 然後 應該是 不會有 就是 外來種的問題 然後那個 就是 土系也是來自三項 不再寫 然後 那其實那邊 那一大堆的地塊要 用完 所以 目前 上陽遊樂區內 有很多 崩塌的地點 所以我們也會 就是直接去 遊樂區內的崩塌 謝謝 謝謝 OK 陳對網友質疑 我老師你怎麼看 那就直接再質疑網友啊 你們的鞋底就真的都乾淨嗎 對對對 其實那個登山鞋 跟那個登山太不一樣 是啊 其實我覺得有些東西 一人一公斤 我覺得一開始的裡面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要去嘉明湖的時候 是走南回 對不對 像大風壁那一邊其實也是南回中經過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的畫面 每一次齁 每一次的那個颱風好雨之後路中轉 然後那個工程車輛怎麼樣去把路開通門 就那個滑鼠機這樣子慘了對不對 就往什麼山下一直到對不對 然後沒多久路 那個土石不見了 那路通了 好 然後每一次在做所謂的步道整建工程的時候 所有的設計師的這些石廠都從哪裡來 連碎石都是去沙石廠買的 沙石廠買的那些碎石跟現地的這些碎石材料 不見得是從同一個地方 然後質地也不是同樣的 色彩也不是同樣的 然後弄上去之後難道它有比較好嗎 然後它跟景觀之間的那一個維合感 是不是也相對的比較大呢 你還不如用現地這些山系的 本來就崩塌下來的這些土來去用 其實它不是全部的是土壤 其實它有很多的是碎屑 那所以其實針對我自己而言 我是真的認為說那兩個原因 一個是土每次崩塌下來的就往下邊不會一直倒 然後要用的時候又要政府花錢去買那一種 土石廠裡面的不適合這一邊的這種質地的材料 所以我就覺得那為什麼不要用這種崩塌下來的可以 不是說全部喔 因為真的不可能全部 你局部你先把它堆置在一個不影響交通安全 然後不會造成其他的問題的地方 然後那一些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你把它運到需要用的部分 不見得都是運到加明湖 如果像是在向陽森林遊樂區裡面 有一些鋪面已經有刷石了 你需要回田其實也可以用啊 那加明湖上面我覺得還有一些地方 是土石可以取但是不見得說一定要從山下 因為它的剛剛看到那個沖石坡的很多的一些出水口的下方 現在其實也是一堆啊 那那些其實是就進去是比較稍微省力一點的 說實在的是這樣子 但是先從一人一公斤這樣子的一個 我覺得是對環境友善然後節能減碳 然後不會浪費工糖這樣的一個方法 先來試試看 那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在比較山上的那一些還可以取的 不會影響水土寶石 不會影響生態的那個部分 當然也可以就進去 其實當初還沒有一人一公斤在做手作步道整建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土都是從我剛剛講的那種地方在撈上來 對 那網友上面講的很多事情 我覺得有的時候他沒有理解這整件事情 但是他從很多的不同的觀點切入 那也不要講說他們就是一定最多的定錯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子去批評、謾罵 我覺得那就不好 像我認識很多爬山的朋友 其實也有一派他就覺得三管怎麼崩啊 然後沖石鉤變成怎麼樣 他都覺得甚至連手作的方式都不要來 他說我還是可以爬 可是他真的了解什麼是手作的意義嗎? 他真的了解說我們原始的步道環境的品質 是現在爛成這個樣子的狀態嗎? 還是其實是之前很好? 然後疏於回護管理 然後或者是好的一些排水的一些處理 不要講設施 是好的一些排水的處理都沒有處理 就造成變成像今天這個樣子 那透過人為的力量 然後讓他加速可以富裕這樣不是也很好嗎? 比如說你們知道有一個名詞叫做生態綠化 生態綠化的概念 其實他是用人為介入的力量加速生態原體的速度 假設說從天然這個地方火燒、火災經過了 原本的這些地背或者是這邊的植物都稀掉了 但是土壤裡面會有原本這些植物的棕子 他會自然掩替沒有錯 可是搞不好他的稻疾聖像的生命周期 可能要200年到250年 那這一片坡地在這250年之間 也許會經過了很多次的颱風蠔雨 但是植被還沒長起來的情形下 也許是在比如說是不要講到250年 250年是極盛項 大概可能在2030年他會有一些新的植物 就長起來覆蓋不掉 可是在這2030年之間的颱風蠔雨 造成直接對土壤的沖刷 然後把這些土壤再刷下去的情形 那是不是可能會產生新的災害 或者是說就是跟原本的地貌 其實也是一次很大的一個勞動 那生態濾化的概念是 你有經過這個地方的生態的調查 植物的調查 你選出了就是陽性子栽跟陰性子栽的小苗 然後劣質就是陽性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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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這樣子種 然後他可以加速這些植物達到極盛下 他可以縮短他的時間 那這就是人為介入模仿自然的一個理論去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手作步道跟一人一公斤 針對這些被人為破壞 然後很久的時間沒有去處理的概念其實是很類似的 那當然如果說有一些思考不周到的地方 那我覺得都是可以調整的 都是可以調整的 沒有什麼不可以調整 這是我的看法 好 那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凱琳 聽說李明堅老師說有在想 那個 年底的時候要請 種子十字們上加密 就是一個基地 然後大家在那邊 潛心鑽眼閉關修煉的概念 這邊應該有不少人爬過加密湖吧 但是在加密湖那邊搬石頭是兩回合 對 上次我在那邊搬一顆大概這樣子而已 才這樣子搬過我就 半天 其實不要講搬石頭 就是你要有心理準備住在冰箱裡面的那種感覺 這冷藏溫度到5度C嘛 到了入夜之後就是冷凍溫度 然後把石頭拿起來手光摸上去就 那個氣候條件真的很不同 我每次上去每次高三升 所以我會害怕 這樣大家有很期待成為總是 其實我們畢業門檻是在那裡 不是完整空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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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京